好 一手还是先搬掉 虚空行者卡萨丁 那WE这边反手 我觉得利桑卓这个点还是要搬 先搬雷克赛这是肯定的 也是太尊重雷克赛这个英雄了 对 我感觉德马西亚皇子可能会被拿掉 在这一局当中 EPA在两局 前两局都面对了德马西亚皇子 远古巫灵 上一局发挥出的德拉斯拿掉 好 新德拉 新德拉也是三盘都被搬了 皇子纳尔选一个 我知道 这样的话皇子纳尔选一个搬掉 反正利桑卓他们不会自己搬我认为 对 看一下也是在考虑 这么深思熟虑啊 疯女也有可能 就皇子纳尔疯女 这几个搬一个 还剩十秒钟 他开始倒计时了 放出来有点多呀 崔斯塔纳他们可能也不想放 我会又出机械故障了吧 那观众又要看我们的脸了 不然纳尔 果然是纳尔 那第三手的话这边 利桑卓我觉得应该没跑了 没跑了 妥妥的 我感觉是要把利桑卓拿掉了 果然 要不然又会重蹈第一局的悲剧 不太不太靠谱 把皇子抢了 Spirit连续两次的皇子 也为一片带来不小的压力 那这边Amo表示 我要拿皇子 看一下Spirit这边会不会拿瞎子 其实Spirit什么 不着急 这一局的话 是刀妹放出来 先拿刀妹 然后再拿一个疯女 或者再拿一个鬼属妖姬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但以Ninja的性格 妖姬不是她的长相 所以说中单 就是Ninja这名选手 其实很愿意就是看你先选 然后我再选中单 所以拿疯女二手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 锁掉 终于也是让女刀疯 这边是要皇子上大妈 就是不给你留瞎子打野 两个打野都给你抢揍 那第三种肯定是伦子娃 伦子娃加疯女让你拿到的话 现在会有点难受 实际上Spirit 他狮子狗也玩得很好 我怕你把我打野抢握握 瑞文也会玩 我感觉 应该是雷尔加尔的 这一手打野的话 现在狮子狗会更好一点 STYZ这边 小炮以及皮虫女警 两个英雄 圣枪要下路线 这个Spirit的瑞文 刚才也提到了 在今天LPL上 揭幕战 Spirit就拿出了瑞文打野 这一局又是拿出瑞文打野 然后AD方面拿了一个女警 毕竟这一局在上单 以及打野这两个点 没有太多可以保护 保护AD的英雄 所以说他还是拿一个女警 诶 自信拿卡牌 如果选到卡牌 那倒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全球支援的话 会更精彩 对不对 浪漫这一局 拿一个卡牌的话 是吃定 Ninja不太爱玩 刺客性英雄 所以我拿一个卡牌 这样的话 看一下Ninja拿什么应对 看一下会不会锁 还是在讨论啊 估计 但我觉得 就是浪漫这一局 拿妖姬其实更好一点 我觉得最后一手 没有拿 还是现在卡牌 还是自己卡牌布隆 这样的话 节奏应该会更快啊 对于下路的支援来说 对于Ninja来说 他自己玩的英雄 一般都是以刷线为主 或者有poke能力 或者说以支援为主 就是不喜欢玩刺客 对 他玩刺客玩的非常少 就我觉得这个时候 要是别的选手 比如说像炮 可能小一人就拿出来了 姐可能也会拿出来 男刀可能都会拿出来 对 像daddy这种 什么男刀都会拿一下 但是这一局的话 现在打上Ninja 浪漫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拿了一个卡牌大师 我觉得实际上 路路打卡牌 并不会有非常大的压制吧 我感觉如果卡牌 稍微谨慎一点 而且他带的 还是一个急跑加闪现 只要在前期不备 你打野针对的很惨 应该来说 卡牌到六级以后 会打出一些 有意思的想法 感觉这一局就是 Ninja还是想贯彻 自己第一局的那个套路 就是利用路路 然后在线上 给你打发野 打发野同时呢 利用自己的支援 去支援自己的队友 对 而且现在又回到了 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 就是前期在 Spirit拿到瑞文的情况下 W怎么办 因为瑞文这个英勇 我们都知道 Spirit拿到瑞文 更多的是在前期进行刷野 对 而在杠客方面 Amo的瞎子 在前两局 已经为我们展示了 他很多很多 非常刁钻的杠客角度 对 包括他的杠客思路 那这样W在前期怎么应对 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 好的 双方已进入游戏 画面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15年东方系 LB16G32的第三场比赛 蓝色方是EPA战队 红色方是WE战队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在我们所有的 无论是抢5抢7的比赛当中呢 所有在双方各取前几盘 就是比如说战争1比1平 或者2比2平 再拿下余生赛点的时候 我们统称这一局 为天王山之战 现在双方也是非常紧张啊 看看这盘谁 能取得一些优势 我感觉这盘如果WE 你说瑞文前期偏刷野对不对 那如果他前期刷野 没有把EPA的中单卡牌 给针对的话 那如果卡牌一旦有了大招 很可能会对WE的边路 形成很大的威胁 是的 我觉得刚才那盘他们的针对中单 就针对的非常的合理 让这个阿里 中单的阿里到最后都没有 几乎是没有放出一个有效大招 对 那阿里基本上就是 一看到皇子杂斯死了 一看到皇子杂斯死了 关键那个 杂拉斯的一技能也适用的超好 上单的的话 现在皇子 前期的话上单的皇子输出蛮高的 那如果到9级以后可能单挑 可能在职业比赛里面往后推一点 到12级以后 女刀锋打皇子就可以非常无情的殴打 我感觉到12级双方已经不会再对线了 那要看想不想是一分推 或者说我想一个人带线 我有传送 你们在中路集结一下 然后把线带过去之后 我再传过来 这个时候如果没人能限制女刀锋的话 那就非常难受 看一下双方 也是没有选择什么太大的动作 和平的开局 和平的对线 都没有选择想要换路 是的 这边的话 在打野方面 Spirit还是选择了石头人开 皇子是回家补了一拼蓝 而Spirit因为要配合艾尔莉莎去打野 所以阿鲁卡没有时间回家补这瓶血药 现在水晶屏出门的话 是还剩下25块钱 等一瓶 消耗品其实是一个很主流的打法 一级血的一级能 上来浩卡来一波 然后这局A某是先红 A某在连着两局在蓝色方的时候 都是选择先buff起 但是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先红的话 可以让西威尔和布隆先去吃一个石头队 你看 SDYZ已经连着三局战到了这个打野反开 自己吃到魔爪哇 或者石头人的田野 但是估计他是想直接来抓一波下路 你看他的动向 因为他一起打 诶 是要抓 是要抓 这一波是要抓的 而且他看到SDYZ到二了 前两局SDYZ到二以后 这一波压得很深 先探一下草丛 草丛没有人 因为轮子妈是有被动的 他提成已经到达二级 如果他运进入的话根本抓不到 还是打了一波很凶 这一波先要骗 先要骗 直接交易闪现 哦 这门声东机西 想打雨哲 那骗出一个 打出一个闪现 还不错这一波 互换闪现的话 并没有撞到太多优势 自己的打野进度也被拖慢了一些 你看一下SDYZ 现在东向已经往他的蓝buff开始移动 那估计这个蓝 如果瑞文打快一点的话 估计是守不下来的咬 这波我就是打亏了呀 而且现在 AMO是不知道他已经往自己蓝去了 没有去看对面的蓝 哎呦 这个暴走 结结实实点在二男身上 来漏了个车 好 敏锐的发现选手漏车的细节 是一个解说的必修客 那现在虾子也是只能打掉自己的F4 然后再次要来到下路吗 还是要去对方的蓝buff呢 那下路这个核蓝已经有眼了呀 这边再过来的话 还是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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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眼了 无依无恼啊 勇往直前 没机会 Spirit回家的这个位置 现在虾子感觉有一点盲目了 在前期来说 这样其实对Amo来说有点难受 深寒惩戒已经做出来 其实在5.1版本的改动就是 也可以有两层充能 对于这个深寒惩戒 无异于又是一次加深 所以说现在这个深寒惩戒 原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惩戒个人 我打怪没得惩戒了 或者我快打龙的时候惩戒个人 我这个龙惩戒不了 但是现在这个两层惩戒的 两层惩戒的这个加强啊 更加的合理化 人性化 感觉这个韩国这名上单选手 就是EPA的上单选手 在玩上单黄子的时候 比较吝啬自己的技能 刚才有几次情况 都是他交技能能补到的刀 但是他宁愿选的平衡 而且他蓝很满 对 其实我觉得黄子在前期 你不多用Q技能去消耗对方的话 这样子平稳发育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在前期你跟你刀不好 打了一波 直接打成了半血 很漂亮 这边EQ是打了满额 对 你看前期的话 黄子爆发是很高的 应该多找一点机会 跟对方高峰去对拼 他现在AMO 谁叫AMO吧 这个瞎子 瞎子不对 瞎子摸上来 这个英语很差劲 可以叫他一毛 给他起个外号一毛 一毛 然后加对面的二弹 对吧 加自己的队友二弹 对 一毛加二弹 也是一直埋伏在上路 也是避开了河道 那个草串的事业 看看上路的话 后面有机会 好 一颗挑起来 一毛这边 闻风而来 阿鲁卡是由闪现的深寒承接 给到不想交闪 先等 哎呀 这个Q 但是 交出了一球 还是拿到了一球 闪现 刚才实际上一个Q就可以收掉了 但是还是交出了闪现 也是浪费了一点 闪现计算对面闪现时间 太球闻了 我闪现会正好再接一下普攻 对 然后直接WE这边看到你的打野不在 然后就选择来开这条小龙 就在银加过来 直接抓的也是非常我 直接交传送吗 这不要交传送 你拼拼吗 黄子现在是有大招的 不着急在追 EQ快CD了 EQ过来 先拍宇哲 一记当先 等到你的治疗交上来 再把SYZ做的逼出一个闪现 这波还要越Q到可以上 深寒承接 黄子帮忙扛塔 以下Q就能再收人头 这一波对于EPA来说很赚 其实 好 扛塔的话 黄子扛死了 那不太赚了 对 留一下小龙 黄子扛死了 这波也是让女高峰 拉得非常舒服 那在上路的发育 刚才这一波团战 布隆的那个位置很精彩 对 布隆果然是 弗雷尔卓德的领军人物 弗雷尔卓德的传奇民族英雄 顶起大盾 扛在龙坑面前 而且现在这个布隆 也是买出了一个虎素鞋 那应该是要开始去游走起来了 那看一下 风女这边是直接买了一个掩饰 这就是双方附助在出装上面的思路 先出掩饰的话 我稳健保证自己线上的发育与安全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为自己省下不少买眼的钱 那先出武术鞋的话 就说我有更强的进攻性 我冰线推过去以后 我可以帮我的队友 这两种方法 都是各有所长吧 对 一个是可能更加的稳健一些 在线上能保证自己AD的发育 因为这个其实是看ADC的 这一局STYC拿一个女警 女警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冗长的发育期 并且在中期团战较乏力的英雄 所以说他们想更多的在线上保证女警的发育 而布隆这边其实更多的是想做一下杠 诶 这边宇哲 诶 这没Q到吗 Q到了 他那个 刚才布隆身上的法术计时器已经出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死 没有被吹起来 昨天我自己晚上单排的时候遇到一个bug 就是我拨有一个蛮子冲上去 大招开出来还是死 不知道为什么 就他那个大招 蛮子看他会大叫一声 然后他那个叫声已经出来 但蛮子还是死 奇怪 我感觉这个我自己在把排位的时候 其实我是风女的那种厨房 就是先做延时 对 先保证自己线上的发育 跟队友的安全 我感觉比如说 就是人到中年层面都比较稳重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我不喜欢游走 因为我不相信队友 你懂吗 我不相信队友 职业队员他们可以相信自己队友 我去游走 我可以找到机会 这边二代刚才吃了个便当 确实是由这个西威尔变的女警的时候很好用 Spirit已经抓过来 皇子EQ挑Spirit 后面一毛也过来 卡牌飞大招 一毛看到一个露露 这一波被反蹲的扎扎实实 黄牌顶上先收Spirit 一毛这个位置踹开 但Q到的是另一个小兵啊 还好 他是W到那个小兵 然后自己应该是可以跑掉 打了一个一花二 大招 扣掉 时间没收 这个大招有一点浪费了 虽然说线上基本上是选择 先用一个大招去耗一点血量 对吧 在布隆没有交易的情况下 这个大招招的就 STYZ的女警 其实在去年的德马西亚杯 也就是在2014年的11月份 当时曾经有一盘 W在落后将近一万经纪的时候 她的女警发育到大火机carry的比赛 确实我现在也有一种 这个时过境迁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还在解说上一阶的外星亚杯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届的三十二级十六 就讲了一场话 就又比苦笑大叔的儿子接近了一岁 你知道现在这个女警其实她发育得不错啊 在前中期的时候有三个人头才死了一次 然后也没有落后 也没有落后太多 这样子的话 她再再回家一次 应该五进就可以做出来 是的 现在三战在身上 看下瑞文 瑞文现在稍微有两个助攻 一个人头还算是可以 并不是一个单纯全发育的打法 还是能找到一些机会 但是还针对上路还是不错 刚才那边 这边瑞文是 应该是打野刀已经附魔完了主宰 战士对不起 主宰是防御型的 战士 现在这几个附魔 什么主宰 然后战士 还有法师的叫什么 名字记不到 我就记得颜色 你看颜色就好了 法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法师的那个是 就是用802的书盒的 现在皇子其实上路刚才被抓了一波 但是并不伤啊 他自己人头很多 他有三个人头啊 这上面的话 女刀夫没有人头 主刀也马马虎虎 我觉得这个皇子如果发育好了 在中期的时候 是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优势 在下条小龙看一下 双方都是有传送的 一分钟之后有小龙 我感觉在这个时间段 皇子的一个EQ加大招 给同队带来的这个负献度 可能会比女刀夫高一些 是的 Spirit这边也是强行之人 强行之人 过来 但是没什么机会 反正是小龙快刷了 Spirit现在身上眼很充足 所以说先过来帮队友 先做一下小龙视野的眼 这样的话一会打小龙 会更加得心应手一遍 下路这边 拼了对面的红 Spirit这边在蹲对面的红 看一下上路这边 看到一个迷路的瞎子 露露过来 瞎子这一波有点难了 W过来 露露减速 深寒惩戒 直接脚闪戒 而且Spirit刚才过来 是被黄牌顶到了 他这条小龙有点难了 这时候要回家的话 马上20秒 就要刷新这条小龙 对 卡牌还好说可以开大招 但芒僧的话 这一波是不太敢回了 而且不选择回家 不选择回家 这半数 拿到最拼的话 主要是中塔兵线又过来了 现在对于浪漫来说很难受 浪漫这个位置很难受 他不太敢回 看着锐瑞文的位置 已经在小地图上越过塔了 非常嚣张 那就看看边路 能不能把兵线给推过去 如果EPA能把边路的兵线 推过去的话 可能还有一定的优势 是的 现在下落兵线是坐过去了 然后小龙的位置 直接开龙 开龙 这边也是站到了兵线的优势 这就是边路兵线的优势 兵线过去以后 你们抽不开身 这样的话 这些三个人拿 感觉WE是没发现 WE是没想到 你会这样直接开龙 非常果断 这边这个龙开得很果断 直接开了 但是在自己的野区腹地 刚才锐瑞文是要带的 那个眼 也是插在自己野区的腹地 眼插得深 但是重要的地方反而没有插眼 这灯下黑嘛 最危险的地方 有点是最安全的地方 刚才河道的地方是没有太多视野 那这样子的话是 是不是双方一人一条小龙 对 现在是一人一条 那实际上 基本上是没有谁是优势劣势 人头跟精神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今天就是相差一百 这个就没有关系 那感觉 哎呦 风女这个走位好跳 这样的话 大招落下浪漫的黄牌吹过去 风女是有大招的 再吹开一下保护一下自己 对 风女刚才走到了 布容脸上还是有点冒险的 风女大招真是无情 这样都抓不死 也是化解了一次卡牌大招的危机 刚才 这个位置 感觉唯一有可能抓掉的是 布容后手留打 就是风女大以后布容再大 这是唯一一个 好看到你将立刻狙上一发大招 这个大招狙的就是很酷 而且这一波卡牌的游走 然后自己的中路防御塔被推掉了 下落的塔也非常吃鸡 哎呦 这一枪暴击了 再一个Q 治疗了直接 二弹这边还是有点不信任 这边的布容啊 其实那个盾可以挡住的 对啊 二弹这边有点不信任布容 那现在上路的黄子有点危险 你看下WE要从后方包抄过去 如果女刀锋把这波兵线推进塔下的话 黄子会被过塔强杀的 这应该是先打个蓝 应该是要先打对面的蓝 但黄子过来 落后一击 艾尔利亚回身一倒 开大招 直接想打了 伤害很足 W之后附带的真实伤害 伤害很足 这个蓝 还好队友是支援了过来 如果这时候队友没有支援过来 黄子真的黄子上路会超危险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蓝 WE拿这个蓝有点太多了 EQ再挑一下 这个就是卡着EQ的极限距离 挑起来 也有护甲穿透 然后打你一下 防止回身被你握手 这是黄子对线的一个小技巧 黄子现在等级 还是然后一点的是 女刀锋的警觉也是 他做得非常到位啊 只要队友身边 没有在身边 他就往后退 队友一到身边 他马上冲过来 现在直接 用少兵 以下 回身EQ 这波双方打也都在 他风女也已经游过来 一波三打三 直接看大招 黄子的闪现被打出来 刀锋闪闪现一 一毛这边 直接被风女收掉 一毛这边救人不成 反倒自己被送掉 也是一个三打二 也是还有任何的办法 是的 那这波EPA的上中下 三路的外塔 都是被拔掉了 也是一点地装 好 这边STY这边压到塔下 但是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黄子塔还在 这间月塔来 因为对面的五驱不在 但是这样子的话 你没有杀死对面人 反而让对面的人抓住机会 要推你的上路二塔 这怎么办 就浪漫跟尼加打下 尼加是没拦大招的 直接要把二塔给推掉插一下 再Q回来 然后再走 刚才W到了的话 可能黄子有点危险 真的这一波 我感觉W在推塔方面的心思下得很足 直接是已经拉到四个塔了 这样子的话 EPA这里估计是要被压缩一下视野了 如果W在下一次出来的话 可以把视野给推过去 虽然说现在 EPA的视野做得很到位 但是在下一波出来 你没有兵线 你没有塔 你没有兵线的优势 要拆你的眼睛 点办法都没有 是的 随着刚才说到视野 我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在4.1版本 那个bug还存在 就是你在1分59秒的时候 在大龙的屁股底下做一个眼 然后大龙出来 后把那个眼挡住 这样打不到是吧 打不到 但是呢 在现在5.1版本 这个bug已经修复 就是那个大龙刷新出来的时候 他会把眼滚开 很久以前 大龙也是有这个bug的 很久很久以前 我记得 但是那时候要插得准 插在他脖底下 这样就是老版的大龙 是吧 对 现在双方也是进入了一个和平的发育器 我感觉这个和平的发育器 现在暗场杀鸡啊 对于WE来说 他们现在是把STYZ 前期一直放下 这一时候 SPIRIT 哎呦 中度打起来 闪现直接打着 SPIRIT这一波 这一局选择一个瑞文打野 其实在前期很好的承担起了补齐 就是补足 这个女警伤害的 一个作用 而且随着夏小小龙的刷新接近 感觉这一波EPA 像剑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这一波必须要打了 而且SPIRIT现在的伤害满足了 你看他确实像这件装备 他并不出眼识对不对 他这三件装备的伤害超足了 在这个时代一段 他现在应该是两把残暴了 就是他第一把残暴是附魔在了打野刀上 然后这应该是做的第二把残暴了 对 好在他现在是没有闪现 如果他这时候再有闪现的话 这条小龙EK肯定不敢打 对看一下这一波 现在WE很聪明 在小龙快刷新的时候 现在小龙出不满视野 然后利用女警在中路再把你线带过去 下路的线已经被女警带过一波了 慢慢用兵线牵制你 艾伦利亚是有大招的 最后一下看似前兵器不带 还是刮到了皇子刮他回家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艾伦利亚到了 你看快刀起来这个时候 撞起来了 Spirit这一波怎么办 没人想去管他现在 因为对面的队友也支援过来了 现在要保护Spirit的车 那队友都已经支援过来 女道分之间交出传送 要到后了吗 看这波能抓住 皇子传送的位置很靠后 但布隆率先被秒 给上大招 Spirit没死EK肯定会变成小动物了 给上虚弱皇子大招没做出来 跳到空中 一跃而起的时候被收掉 举起了大招也狙杀掉对面的卡牌 一毛这边闪现大招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那这条小龙应该也会稳稳地 落入WE的手中 刚才这一波的话是 布隆出过去有点犹豫 而皇子传送的位置 这应该是一个沟通上有点小失误 关键还是轮子骂刚刚太远了 轮子骂到最后都没有进场 就是因为轮子骂太远 然后皇子传送的位置又是一个 上兄弟们 这种感觉 结果皇子落地以后 一扣过去被露出变成小动物 靠直接定死 开团太不谨慎了 我感觉现在不要轻易去让开团 毕竟这时候 EPA这边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开团阵型的话 千万不可以 是的 而且不知不觉当中 STYZ已经五个人投了 对 这样挺难受的 对于EPA来说 而且再说 我刚才前面开局的时候 就说 女刀锋12级的时候 皇子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像刚才女刀锋 我要打就是打 我要推你兵线就是推 皇子上来根本就不敢 就只能在他面前回家 如果女刀锋一个人再选择带线的话 好在现在是没有传送 如果下一波他又传送的话 女刀锋真的一个人带线非常无形 你不来两个人根本搞不死他 我感觉WE这盘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主动性 二弹那边 继续带线 二弹现在装备 其实已经完全被女刀锋比下去了 已经是连导无尽在手 无数鞋也做出来了 千万不敢开团 千万要拖 又到了拖的时候 输出可以的 现在STYZ女刀锋输出已经很高了 其实我觉得EPA他这边不怕拖 我认为EPA这个队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拖的队伍 首先他的路阵很好 然后视野推进做得很好 只要不要被强行乱开拖 开大招了 这波想上卡牌落地 但我感觉这个位置落地这边风景刮起来 是一张红牌定到 你家这个位置 学来被打得比较多 手上还捏了大招 直接给出大招狂野生长保护自己 这个地方是打出了一个闪现 还可以吧 一个闪现一个大招 但是上面 阿卢卡 两个人技能交换 一毛身边被打残 摸眼的时候被打断了 完 这一下直接被打死 雨哲一个大招 吹开黄子黄子蓝盾一开 但是阿卢卡在后面不依不饶 强追 再等他下一发有可能到来 这个一颗位置稍有点 技术为了挑战阿卢卡 这个盾 但是前面的话 刚才没给到视野 这个西威尔是被Spirit直接单杀掉了 又是打出一波零换三 而阿卢卡一个人赶着三个 有如牧羊犬一般 这个如果稍微凶一点的话 可以去偷对大龙 反正对面人也都已经残血 这个我感觉偷不了 现在扛不住 这大龙扛不住 现在扛不住的 现在这个大龙伤害太高了 21分钟的话很难 盾多 有陆路的盾 还有风雨 大招狙 这种血还很多的 我觉得在职业比赛里面 这些职业选手都会稍微选择 更加球稳一点 能推掉坦的话 他们就不会选择去打麻烦 刚才卡牌开中压了 不是没狙死 卡牌开中压了 对 尽管没给到 要不那个位置 我感觉是 那个血量感觉要被狙死了 开中压 把那个子弹夺掉了 还是我刚才前面说的问题 一篇现在不应该去主动开团 我刚才还说 如果除非他们去主动开团 他们就真的去主动开团 然后被打了一波快团面 我觉得这时候 他们就是应该去拖住 本来人头是6比6 现在打了一个6比12 也是非常不小心 而且现在经济已经落后了6000块了 对 很难受 这一局现在卡牌的输出也不是很高 他为了保证自己 能够在大招落地以后 有一个立地成佛的效果 所以先做了金身 而现在对面三个点 他们很难遏制 第一就是爱瑞利亚这个点 切进来怎么办 第二就是 露露的护盾 以及 因为本身露露这个英雄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没法威胁他本身 他的大招跟护盾和加速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给到自己的队友 然后第三就是STYZ这个点 女警 因为前期的冗长的发育期 被他几个人投影 以及很长一段时间 单线发育所化解掉了 现在女警输出很高 你怎么应对这个女警 也就是靠皇子 如果看皇子一个EQ大招 能不能够很好的 做出一些限制 但是现在皇子 你看他除了装备 又是一个偏肉型的皇子 一般来说 如果皇子上当发育好的话 会先出一个残暴 然后出一个小的九头子蛇 一个提亚马特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再去转肉 但是现在他提前转肉了 提前转肉 这是被迫的行动 因为感觉整体团队 已经需要他来扛 没有前排现在 所以说我感觉现在 就算他能够打造大道皮层 也未必能够杀死皮层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还是必须要等卡牌 以及轮子妈这边的输出 起来以后 一片才可以选择 主动来打团 好 这边双护盾女警点塔 这个盾真是恐怖 这个盾 这个盾真是厚的飞起 不过卡牌这边的输出也是还可以 我一段时间直接把绿 把绿 换过半血 看一下 WE这边又是开始要计算兵线了吗 感觉现在 这边是要抓着高峰 三人包夹 这个高峰的大招 高峰没有闪现呢 那这波应该是再接 好 好 最后一下 而且有被动的情况下 刚才被控制约定 露露直接闪现大招顶起来 而且Spring在中路超上 女警交伤治疗 Spring一个人 后面三个人在追着她 下路那一波女警 刚才大招交掉 但是不容易撕血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血量 应该只有几滴血了 我们看到 布隆这个血量 女警和强 有强打 有红 风女这个吹太漂亮了 闪现一踢 这个位置闪现踢 踢的 只为了保自己 把女警一上去回身 电刀暴击 但是卡牌随机也带走 瑞文 现在双方打了一个二换二 卡牌金身 这个金身应该是死了 直接 女警再次收到 SDYZ这一局拿出女警以后 大杀死风 目前已经七个人投了 下路防卫塔也即将告破 紧急优势拉开到7000块 刚才这一波团的话 战线拉得太长 但是依然找不到太好的 跟对面与之一战的机会 对 我感觉现在 PPA这里 刚才去抓人 花了三个人的精力 去抓死了一个女高峰 看起来OK 但实际上自己下路 非常的吃惊 因为这个兵线已经被推过来了 实际上我觉得 他们如果多花点精力 在兵线上面 他们的推塔 手线能力是很OK的 轮子妈一个Q技能 配合上卡牌的一个QW 跟你推节奏完全不怕 对吧 是的 而且现在 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 这个SUIC的女警 越来越难以限制 再加上有露露 跟风景那边保家护航 对 第三条小龙 收入囊中 这边是增加移动速度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的话 其实对于EPA来说 他们只能 依靠自己 比较好的亲切能力 去防守了 对 现在拖 他们需要的就是拖 不要再去出宫开团了 现在不管你抓到谁 看起来是被你抓到 实际上都是把你自己带向神 是的 现在冲出去的话 找到一个方法的机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前面的几场比赛 都可以看到 WE对于计算冰线来说 总要领先于PIA一筹 比如说WE把一波冰线推到你的塔下 已经看起可以点你塔的时候 一PIA这边才反应过来 才来守这个塔 是的 我感觉他们应该先把重心 放在边路的两个冰线上 而且这就是BO5比赛的特点 就是BO5在五盘大战当中 能让我们看到更多东西 第一盘当中一毛的瞎子发挥 很惊艳 但是在第二盘 第三盘我明显看到 一毛这名选手还是突样 几次前期杠克卫国以后 整个整剧游戏的节奏 就很难再把握到自己手 然后去看一下 这就是冰线的计算 看到没有 又是一波冰线 从上塔下 又没人来不及防守 直接这波打塔都快被点光了 这就是冰线的计算 我感觉 OK 这里还是没有找清楚 自己现在应该要去做一些什么 现在才来回防 卡牌Q丢掉了 我怎么感觉 你看他们的清冰线能力多OK 只要早一点到的话 根本就没有问题 是的 但是现在他们这个阵容 感觉还是想冲出去 打一点东西出来 我觉得现在打就是被女警传面 女警现在已经三件套了 文子妈现在这边两件套 两件套打三件套怎么打 而且那个三件套 比你这个樱花刀要厉害很多 路卡冲到最前面 大招已经开起来 看到一个一毛 没有上 不打就好 不打就好 只要不要被开团 EPA这边就不会有问题 帮露露去拿一个蓝 看一下卡牌这里的发育 露露这边已经是做出了帽子 卡牌这边也是在苦苦的憋自己的大棒 太不平 我感觉现在卡牌要做法穿了 他在憋那个大棒太难了 我还是觉得这种局面下 他可能要先做法穿 对面的磨砍并不是很高 除了一个瑞文是有一点磨砍 其他人都没有 而且现在 巫妖之祸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有队 大家双方现在是比较了和平 和平就好 和平其实对于WE来说是不好的事情 对EPA是很好的事情 这边STYZ已经磕起了嗜血合技 这一波是要推了 这波是不想再拖下去了吧 对面所有人都聚集在上路 这波STYZ这个合技买出来直接磕 其实 我感觉这个细节做得不是很好 就是 在身上还有格子的情况下 这个合技可以捏在身上 然后 对对对 就是 哎 抓到了 抓到了 回不去了 这两个人直接被包抄 点啊 有红的 他怕被布隆开 他背后有人是吧 他背后有人是吧 其实没人啊 其实没人啊 他怕被布隆开 刚才点一下就能留住了 那这样抓一个布隆 也可以回身大招 这个大招 没办法 哎呦 我也没有让 上路的话 SPIRIT过去收掉一毛 但是中路的话 现在找到机会 微微就照 闪现过去 直接定 后面黄子交传送 阿鲁卡这个位置 露露已经过来了 阿鲁卡落地 黄子蓝盾一开 阿鲁卡蓝盾 阿鲁卡蓝盾开一下 想留 没留住 感觉刚才 布隆跟虾子的位置 实在是 有点莫名其妙 对不对 在那么深的 刚才是黄子推上塔 然后虾子跟布隆 在草里想蹲一下 就是谁来守塔 他们三个人 进行一波月塔 直接开龙了 我到了这个游戏 我最喜欢的环节 打大龙 超爽啊 你们觉得 超爽 你帮他直接比赛 打到大龙 真的已经非常难得了 对 一般都是大家一群人 围着大龙 你看看我 我看看 好 大龙拿掉 好 30分钟 现在星期落后 9000块 很难打 很难打了 这个时候 如果 哎呦 这个时候 SPIRIT回家 还是先补了天安瓦特 其实他如果补一个春歌的话 整个局势对于 WE来说就很优势了 爱尔利亚也渐渐在家身上的前排装备做起来 而现在露露 也能够保证在保护队友同时提供一点输出 风景的钢锅做出来了 卡外这边是不是千禧万苦 还是要出无用大棒 还是要出帽子 千禧万苦把帽子别出 把大棒别出来了 带线想要做牵制 但面对超级小兵的大龙buff所增强的超级小兵 以及对面带传送的爱尔利亚来说 现在这个带线牵制也不须致的选择 这爱尔利亚先出了蓝盾加上自己的三项 加移动速度 只要粘到你给你减速 你就根本跑不掉 摸过来了这一波 那这波我感觉EPA完蛋了这波 还不让你回城 还不让你回城 你没蓝了 这波很危险的 黄子没有蓝 这一个瑞文单挑 太大招 以魔刀 反甲对以魔刀是有效果的 但是卡白落地还交了一个闪现 这一下完了 这一下上路的高地要掉 刚才就算是黄子没有被 被热友被杀掉的话 估计回来都很难守住 因为他已经没有打招了 根本没有人能来限制这个提成 中路兵线也带过来了 很漂亮啊 卢卡直接进去 扛着两座枢线防御塔 打了对面一套 这个中路现在在别人家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了 大招 狙的是卡牌 卡牌又被狙成残血 没有卡牌刚才又开机身躲掉了那个队井大招 而且小龙这个时候被SPRITSOLO的四层小龙 那现在EPA这里的局势是不容乐观的 是的被迫两路然后一万两千块的经济优势 贪欲九头蛇 瑞文拿了之类 瑞文的补刀 你看一下 他这个哪里像是一个打野 将近两百个补刀 跟你中单的补刀都一样 这个真的是刷得太飞起了 这个经济就说他 打野的经济就要领先对面的小子 确实一毛这名选手 还是太年轻了 这两局 感觉前期稚嫩的套路 一旦没SPIRIT识破整局自己的节奏就不是很好 对 这个SPIRIT的刷刀真的有点让我叹为观止 一个打野的刷刀居然能够赶上自己的中单 是不是因为中单刷刷太少了一点 还是SPIRIT选了一个瑞文 然后大家可能更多的也会把资源让给他 而且他做代线的时间多一点 对 刚才上单皇子想要跟他当挑 根本抓不到 最后还被他给反杀 现在对于EPA来说只剩下放手一波了 但怎么搏 对 刚才下路这边 也就是剩下下路这最后一波团战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看看这波团战 如果赢的话就不是最后一波 如果这场 这波团战输了的话 那真的就最后一波 Q到SPIRIT 一毛在第一局 曾经多次在极限的时候找机会开团 现在一毛手里有闪现 还是要看一毛 现在皇子穿上去开始了不明智的一个行为 还是要看一毛有没有机会踢回了关键人 但STYZ双招近在 而踢别人又很不现实 这时候想进去的话 路路一个W给你变小动物 你听都不要听就直接倒下 是的 女警的两个夹子又非常刁钻地摆在这个位置 你出来都出不来 好 两个夹子一个真眼 像一张脸一样 对 各位观众如果脑洞开一下 可以看到像一张脸一样 当然除了脸还像另外一个脸 我就在这 最终 你想到了什么虎肖大 什么都没有想到 我最后到一张脸 我说还像小动物的头像 你看你想到什么猥琐的事情 好 伦统帮这点伤害还是可以啊 抬大招想上这一波 手类直接上 但Sprint回身晕住三个配合 埃尔利亚这边气势上压倒 直接给上布隆托 放的不错 但是SDY的依然没未秒 邓马西亚坐死了 抓住机会 但Sprint在前线已经无人挡挡了 哎呀 雷换死 好歹 一换死 四杀 就给个五杀吗 二弹这边 不解风情啊 看一下二弹 还在跑Q到人头给到Sprint PentaQ 那是本次走法下杯的第二个五杀 那我们恭喜W战队 收获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拿下一个赛点